你觉得中美关系 譬如如你所说不好的话 是不是完全会脱欧 因为美国摆出来的姿势要脱欧 它要连接 连接 人们都说不抓你好了 你还整天打算刺情枉众吗 我们讲经济 你的投资你会怎么样 如果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的资产都会升值 资金会流向中国市场 那这个只是这一点都影响 我们新频道的同事很耐力 所以有很多节目我们将来会有字幕的选择 会有繁体字和简体字 或者你喜欢看普通话的简体字 简体字可以选择 或者是繁体字都可以的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 这次是2020年的最后一集的最后一集 因为这是下集 施老板再次欢迎你 是 我们播出街的第一日 应该还未过2021 未到2021 不过可能过几天已经去到了新年了 一月开始了 OK 我想听听智者对2021有什么展望 其实现在整个世界都被中美的角力主导了所有的发展 那我自己觉得中美的角力发展的速度 比我预期中快 形势可以说急转直下 就是原本我是估计这一场是持久战来的 就是持久战就是说双方都不可能一下子就置对方于死地 就是没得打速决战 但是我发觉美国的战略和我预期的似乎不是太一样 主要是我看美国有意趁它现在的领先地位 想快速一点去解决问题 他可能觉得时间对他不离 拖累了对他不离 因为中国的增长的速度是比美国快 越时间越久 中美之间的差异就会越拉近 美国的优势就会减少 所以美国要趁它有优势的时候 尽快压倒中国 我初初不认为美国会这样做 美国会稳定点等时机才出手 但是为什么我有这样的说法呢 就是因为我发觉美国这段时间出招 既重且密 就是它全拳打出来都相当分量的 而且是出言一招又一招的 就是比如对中国那些限制 对香港 对一些企业那些什么实体名单 其实是把打击面是拉得很阔的 亦都对在欧洲其他地方的盟友 施的压力都是挺大的 就是要他们跟着美国一起去走 那么出这么多牌 那你手上有多少牌 你不可以 如果你说持久战 当时我说 35年起码 长 10年8年 那么有牌 有牌你就 选择时机来出牌 没理由 一开波就出这么多牌 就是你坐大些 你即使有几只 你都要选择时机出的 没理由头几张就出光了 所以我觉得他出牌 是出得密 和出得重的 就是大牌都出的了 那但是现实 就出了这些大牌之后 中国受的创伤 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重的 中国我相信他初初他都以为 自己是会受伤多重的 所以有一个时期都说要靠内循环 去保外循环的某些受到制约 但是 撞到疫情 而中国在处理疫情上 无论你对他的处理方法 也不认同也好 他的处理的实际效果 是好很多的 就是你从受感染的人数 死亡的人数 比起欧美 甚至一些亚洲国家 都是 升不止一筹 升很多筹 就是 起码经济受拖累 要停顿的情况 是比西方国家是好很多的 所以变了 在美国的频频出招之下 外循环没有太大影响 中国的出口还增加了 尤其是美国 想不依赖中国 切割和中国的关系 最后发觉被逼要买更多的中国货 那 当然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而是在一个疫情下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2021年 在下半年如果真的疫情受损之后 就可以看到 中国在疫情过去 是不是那个强势还可以维持 维持到什么水平 如果是证明 这段时间 中国其实出口整体是没有受影响的 就是你的贸易战 关税 或者政治上的打压 效果都不严重 中国是承受得起的 中国的外循环不单止没有萎缩 还是增长的 那 你美国之后能够出的招 就会越来越少 那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就担心 就是 这个形势可能要重新重股 ok 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证明美国对华那些打压力量不如想象中大 如果不如想象中大 其实整个投资市场都要重股的 因为之前中国的市场 其实是有很多年已经是受到低估的 如果在过去那五至十年的时间 其实中国即将崩溃的说法已经在很多投资界流传了 就是我记得我做私基金的时候 私基金其中一个行业是China Fund China Fund 当时是 有些人说 施生别人 每个都 投资那些投行 都将 就是中国概念 underweight 就是降低它的值得投资的程度 应该不要投那么多 你还去做 是不是迟些 但是有时这个世界是物极必反的 老子说反者道之洞 跌下去最差的时候可能会反弹的 除了有中国即将崩溃的说法 香港在社会运动的时候 反对派 我跟他们说 喂 香港的主导力量还是北京 很多东西北京是有最终的华尔权的 你那个基本法怎么解释 解释权都在人大 另外实际在香港驻军控制香港 都是北京的 有些事情你们这样做是引来的结果 可以很严重的 那些反对派当时是怎么说的呢 问我有没有听过枝爆 枝拿爆破 就是它是相信枝拿爆破才这么大胆去冲 当时冲的时候它觉得 反正枝拿就快要爆破了 这个它迟早灭亡了 很快灭亡了 所以枝爆如果在美国 揮舞大棒下都不爆的 就是它们建基于枝爆的基础的 时代革命就无以为继了 所以我说 事上 经济上都会出现的情况就是 很肯定枝爆不单止不出现 反而在那个竞争形势上比以前更优越 那么这个政治形势要重估 以前对中国的投资低估了 其实最近连续七百个月 中国的FDI 即是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是增加的 照计美国又不让人买中国股票 又不让中国买美国一些 一些很关键的产品 照计去大陆投资 没有什么好处 但实际上直接投资的人 又有买大陆股票的人 又有譬如 富士罗素指数 又将中国的国债 变成它的指数的组成部分 都令到很多人都要买回中国国债 有很多基金要有一个Benchmark 实际上很多投行都是估计资金 会流向中国或者是亚洲市场 这个也是在修正中以前的投资判断投资定位 如果发觉到2021年疫情受控制之后 美国也无法资金 之前被迫买了大陆的东西 现在疫情恢复了 立即不买大陆的东西 如果他做不到这样的 还有发觉大陆被美国勾了很多棍之后 还能站起身 还可以继续维持它的经济增长 那之后再要施压 应该难度极高 就是现在你要美国向中国施压 要中国在一些政治取态上走回以前这样的 自我修炼的位置应该不会出现了 所以在2021年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究竟就是经济上如何定位 政治的参与者如何定位 包括一些之前跟随美国的美国盟友 他发觉现实的情况不是像想象那样的话 美国不是即时取得比较明显的优势的话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重新选择 他的投资也好 他的政治压注也好 都会改变的了 这个是我的古贵2021年很关键的一年 明白 其实现在会不会未来 就是中美关系 我说的是经济方面 就是美国出口农产品 中国出口的民用产品 所有高科技的东西就停止任何贸易 是不是始终也会有一定的联系 譬如你Tesla还是上海设计这么大的厂 所以真的完全断又不是 是不是 中国说开放给美国来投资 就是美国愿意来投资的 中国一样欢迎的 他不单止说实体经济的生产 你生产电动车来没问题 他现在连保险投行都给你可以来投的 所以中国依然会继续生产 但是中国对于之前一些短板 就会举国之力去补回 就是之前他想着以美国那些芯片 会供应给中国的 那时候也未说限制 那么与其自己去生产 不如买它就快手了 但如果发觉他就会有机会不买 那就被迫要自己生产 他就会集中全力去生产 那变成我相信他是正在做准备的 你刚才说买农产品 我估计中国现在做的是想减少买美国农产品的 你看中国八大经济任务 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其中要解决种子和间地问题 现在中国买那些大豆那些小物 很多都是美国的基因改造的产品 是 中国根据环保人士的建议 不要买这些基因改造的农作物 虽然这些农作物产量高 可能行脂肪行蛋白质各样都高 味道可能都不差 问题就是天然的种子是经过生物进化 数以千万年过亿年的进化 提炼出来的DNA 是可以适应地球很多环境的变化 但是这些新出来的只是因应人类的经济价值 而培养出来的种子 其实是可能遇到特殊环境 就会一次过淘汰的 所以你看看中国在农业生产上 他都看着土地 不可以随便开放做工商业 变成真法 一定要做间地 所以我相信中国是全面在做的 他们现在是愿意欺牲眼前的经济利益 为将来着想 而美国就是很多时候都是眼前的需要 借美元的地位 去QE 去赚一些短期的利益 其实中国在做的部署是策略上长远 比美国的 所以拖累了 对美国会越来越不利 你觉得中美关系 譬如如你所说 如果不好的话 是否完全会脱欧 会去到这样的地步 因为中国是 因为美国摆出来的姿势要脱欧 他要连接 连接 人们都说不拘捕你好了 你还整天想着痴情枉重吗 那你也要做准备 我想问一下 如果美国不改变他的态度 中国就要准备美国脱欧 你觉得你会做些什么 我们说经济 你的投资你会怎么样 加重你的黄金投资 你会不会移民等等 我就是移民 我变成了一个中国人 不是我的选择 是神的选择 上天的选择 是上天令我是一个中国人的家庭出生 这个是我没得选择 选择都选不了 所以我就跟中国共命运 没办法的 这个是天生的 那另外你说经济上 我说支持 投资 我都受中国即将崩溃 中国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 那我也有关注这些问题的 所以对中国投资是謹慎很多的 那如果世界会转变 而是会加强买 买中国的一个就是人民币 现在大部分人体升值的 就是有些人破陆算 那如果人民币升值 人民币的资产都会升值的 那资金会流向中国市场 那这个是 只是这一点都影响很多的 那很多人 我说就是因为中美国力里面 那中国看来不是那么轻易被压下去 都会令到很多人的投资都要重新定位 那这方面 那些人会检讨 是不是之前看扁了中国呢 是不是需要加上少少 就是中国方面的投资呢 这个是接下来大部分 投资界都要面对的一个决定 就是如果人家转 你不转 你就升得多 那些你没得分一杯斤 你会不会加重黄金的比例 如果是中美关系 就是非常恶化的情况之下 黄金呢 其实这段时间 是在美元弱的时候 他都跟不上 似乎 就是 就是在短期来说 不容易升 要观察 我之前就一直安全计 都有10%是一定持有黄金的 我说保险作用 在过去那一年多两年 我就说黄金会有一个升势 所以我就加大黄金的投资 加大黄金投资 就是博这一次的升值而已 那现在我可能回归基本步 这次加大黄金投资已经获利的 就有一部分会获利 我就不会完全获利 但现在也多过10% 但就会比一次高期是减少了的 你的意思 你会加重人民币资产的投资 跟中国概念有关的投资 跟砖头有没有关系 砖头不是我最喜欢投资的东西 砖头是达顺风车 你做砖头的 我也是提供服务 透过经营去增值 我不太喜欢达顺风车的 好的 多谢施老板 新年进步 新年快乐 拜拜